在一个偏远的小村庄里,有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青年叫李明。 他生活在一个贫穷的家庭中,过着艰辛的农活生活。 然而,李明却有着一个不同寻常的秘密他拥有一种神奇的异能力。 每当李明接触到土地,他就能感受到土壤中蕴含的能量。 他可以通过触碰土地,使作物生长得更加茂盛,甚至可以使不毛之地变得肥沃。 这个异能力让李明在农活中事半功倍,他的庄稼总是比其他人的更加茂盛。 然而,李明的异能力并没有引起他周围人的重视。 村里的人们认为他只是运气好,或者是勤奋的结果。 他们没有意识到李明的异能力背后隐藏着巨大的潜力。 一天,李明偶然听到村子里传来一场关于恶霸的争斗。 这个恶霸叫王大力,他经常欺负村里的弱者,霸占他人的土地和财产。 李明决定利用自己的异能力来帮助受欺负的人们。 李明开始暗地里帮助被王大力欺负的人们。 他在夜晚悄悄地触碰土地,让他们的庄稼长得更加茂盛,让他们的家畜更加健康。 渐渐地,被欺负的人们发现了李明的帮助,他们纷纷感激地向李明表达了谢意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李明的声誉在村子里越来越大。 他逐渐成为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,而王大力则变得越发嚣张。 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统治地位受到了威胁,于是决定对李明采取行动。 王大力找来了一帮手下,打算将李明抓住。 然而,他们却不知道李明的真正实力。 当王大力和他的手下找到李明时,李明已经站在一片茂盛的庄稼中,周围环绕着一股强大的能量。 李明展现出他真正的力量,他能够操控土地的能量,使之成为强大的武器。 他用土地的能量击败了王大力和他的手下,保护了村子里的人们。 从那天起,李明成为了村子里的守护者。 他利用自己的异能力保护着村庄的安宁,让人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 他的故事传遍了整个村庄,甚至传到了其他地方。 李明的故事也吸引了一位漫画家的注意。 漫画家为李明创作了一部漫画,让他的故事得以永久地保存下来。 漫画中的李明成为了一个超级英雄,他用自己的异能力保护着正义和公平。 这个故事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农民青年逆袭的故事,更是一个关于勇气、正义和希望的故事。 李明用自己的异能力改变了自己的命运,也改变了整个村庄的命运。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,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能力和潜力,只要我们敢于追求,就能够逆袭命运,创造属于自己的传奇。